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台湾作家吴明毅以单车师切记入选国际文学大奖曼布克国际奖,曼布克 International Prize主办单位先前善将其国籍改成中国台湾,台湾,China,吴明毅,外交部与文化部均关切此事,主办单位今天则已公布更正其国籍为台湾,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。 文学界重要的曼布克国际奖日前公布入围名单,吴明毅以小说单车师切记入选是首位入围词奖的台湾作家,吴明毅曾对此表示万分荣幸名列其中,且后面的国籍是台湾,台湾当时引发中国媒体痛批又告示。 但吴明毅日前却发现主办单位网页上次将台湾,台湾改成中国台湾,台湾,China,即透过个人脸书声明指出这和我个人立场不同并寻求协助。 外交部与文化部获悉此案后,均表示关切。 外交部也立刻请我助英代表处向主办单位表达严正关切,并要求更正。 经过我方积极关切英国相关机关与主办单位后,曼布克国际奖主办单位已公布将无名义的国籍更正为台湾。 外交部今天晚间发布新闻稿,对此案终于获得正面回应表示感谢,并强调中国全面打压我国国际空间不分昼夜一夜。 不分官民,外交部将继续捍卫国家尊严及人民权益。 曼布克国际奖预计于4月12日发布决选名单,5月22日公布今年得奖作品。